就像我们的食品这样 我们做的饭外国人爱吃 它的本质上 我说我们是热的食品 你们都爱吃凉的 第二个我们是把这个饭做熟以后 我们在乎的味道 和在乎它的观感 还有一个主食和肉食和青菜和喝的汤 均匀的搭配是几千年文化留下来的 中华这个民族身体是非常好的 又是长寿是健康的 日本食品流行全世界 我所有见过日本有钱有势的 没有不吃中国食品 都是中国饭的 这就给大家一个证明 好东西不用吆喝也做得好东西 坏东西 你吆喝再多 最后它还是坏东西 而且中国食品证明了个问题 让我们大家更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 那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在西方 得到尊重其中一个就是中国食品 但是任何老百姓很少人去到钓鱼台 我所有外国朋友 政府官员去过中国访问 去钓鱼台吃饭 没有回来不骂 任何中国人去过钓鱼台吃饭 就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最粗的 最流氓的 最下烂的 这中国文化是最大的侮辱的一个政党 就是一帮土匪流氓 摟到不能再摟的人 你去钓鱼台吃饭 不管啥菜旁边有三小面包 都有牛油 然后中国的铁板烧 旁边还有牛排 铁板烧牛排 然后中国的茶叶 还弄点英国红茶 你说这不要脸 英国人喝茶喝烂子 哪有茶放糖的呀 跟中国人喝红酒放 可能是一模一样道理 英国的红茶 美国的牛排 中间还得捐插点日本的寿司 这叫钓鱼台的饭 你都没法吃 那寿司整个死人都不吃 那面包真的是 我们农村里边烤的 那啥都比较好吃 糟惊了中国的文化 所以你看钓鱼台 你看看那个中南海啊 他叫这个对门 叫中央警卫局 叫食堂 叫南院 每天中央领导 到南院吃饭 那个食堂里边什么 虎边哪 狗边哪 路边哪 就是边多 到处是边